各位在座的好朋友 媒体的朋友 大家好 我认同与副总统 郭郭郭的连线公约 与其刚刚候选人 几位候选人说 我认同他这三种理念 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来参与记者会 第二点 我跟林佳龙的秘书长 我们都是大台中市长候选人 宋佳泉的竞选总部的干部 所以我愿意一样希望说 习近平台服选大台中市议员 我希望说也能够勾勾勾勾 连线也能够为宋佳泉市长来加油打气 也让他能够为大台中 我再一次的感谢李副总统的邀请 我愿意做一个义务的助选员 谢谢 谢谢 再介绍一位候选人 陈淑华议员 大家好 陈淑华议员 李副总统出品 观众有信心 经过我们李副总统严选的候选人 一定是品质保证 所以我想我们都很期待 我们的够够够连线的领航员 李副总统的带领之下 我们讲这个五都全上 不只是只有市长 真的我们的议员也要能够过半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让未来五都的执政 有这个议会的支持 那我个人非常的敬佩 李副总统的创意 跟这一个设计的这个网站 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叫网路啊 web2.0啊 所以必须要有新的思维 新的方法 大家都看到奥巴马的现象 在2008年的时候呢 他改变了美国的历史 很大部分就是透过网路 有很多的这个政见 甚至募款 透过网路的传播啊 让全民都动起来 所以选举不是候选人的事情 也不是政党人的事情而已 还是那个全民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网站 也很期待 我们在座的这些议员候选人 我刚刚看了一下 以我在台中的经验 我要跟李副总统共议 加入这个连线的 都在这些议员 真的都符合 你说的这个公约 的真正优质的候选人 不知道是因为相互选择啦 那个优秀的人 就比较优秀的人 自然会 这个我们叫做物与类聚 好人也会类聚 所以贺行 你看这个名字 真的是非常优质的一个议员 所以我们全力来支持 那因为我也担任 苏嘉全市长候选人的总干事 那我也会全力来辅选 议员 一定要让议员 我们跟这个 所谓母鸡跟小鸡 那因为苏嘉全她是男的 比较像公鸡 那我们李副总统 来做我们五都选举的母鸡 大家一起来拼五都 来保安台湾 祝福大家能够全胜利 谢谢